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剩佛林 各位公道民的建佑 各位支持公道民 愛台灣的好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一千天 一千天到底是長還是短 也要換一千天 我想沒什麼困難 如果要上班一千天 也沒那麼困難 但是要一千天一千的日子都在過頭對抗政府 堅持他的利益 這就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比較不容易 我一定要來這裡 因為做得到堅持一千天在過頭的這種人 我看不到別人 看不到別人 這要很堅定的信用和信念 也要有堅強的毅力 要有抗壓性 還要有說服力 要去適合別人 所以我來這裡 要給他致敬 要給他溫暖 要給他感謝 剛才明佑說 我想大家也知道 我這兩年來 很多時間 能在成員當總統 我也覺得很安慰 兩年經 很多人到五歲 對他的印象 都是補助下的 現在大家 漸漸知道這個情緒 我要感謝他出教育 他每個月找什麼 他們家在逃生 現在要去鼓山 做光益行動 我們叫做公營和正義的行動 一樣 就是持續不斷 他這個續航率 是我最敬佩的 老實說 很多教育 我實在的教育 可以用演講 可以用文理 表現他的信念 但是教育 除了這個藝術 還可以用行動 用他的執行力 表現他的利益 開始創教育是第一類 所以 一樣 要給他感謝 拜年就剛好 就是兩三天前 我跟我們先生 蔡凡人立委帶我去看阿彬總統 阿彬總統 本來 大家可能在出庭的時候 沒看到他 本來有一段時間 人家比較精靜的 民主心黑暗 大家煩惱說 他吃的東西是不是有人給予讀 但是我看到他 很開心 因為聽說 現在 他的意志很堅強 每天運動 每天要走2500公俱 我跟大家說 他現在變得比較散 每一度 沒掉了 很有精神的 表示說 他對我們台灣未來 也很有信心的 只要他在現場 我不別一一傳達 跟蔡凡人立委 教授他很多重要的贏的策略 他比較像是我們台灣 雖然美秀剛才說的 我們播種也很要緊 但是 現實的選舉 我們也是要去應對 他教蔡委員 真多真多的重要的部署 跟他分析很多東西 跟他做真多的 跟他提示 我相信我們台灣 在整理的破端裡面 整理天才就是阿扁總統的第一名 希望五年之後 六個月之後 我們大家的願望 心願 可以實現 當然我們每天 是要保護台灣 保台巨馬 撫會雙贏 這是我們拜託我們北下 參會主題 這半年之後 我想要再加 撫會雙贏 迎回台灣 救出阿扁 所以這裡我提示大家 包括蔡教、創教授 你身體要保重 我們在座每一個人 都要保重身體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大家我們最近來打招 感謝 感謝蔡教授 感謝大家給他溫暖 感謝大家 感謝 感謝 我們臺灣北下社長 陳昭芝如書 我們 他跟他的先生 南北 為了阿扁在拚 我們在座各位 都跟他們公子不一樣 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但是我們就是 停一個公義告帝 對嗎 我們就是不信任 中華民國這個 流氓政府這樣 求台灣人 吞打台灣人 對嗎 對嗎 所以我們現在也挺李總統 因為李總統是台灣人 對嗎 所以 證明阿扁也沒罪啦 對嗎 各位換一個好不好 阿扁也沒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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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unknowns 譯明他